世界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转性变成了萝莉 只以我收下的五个女徒弟各个都是武功高强的变态痴迷 做起事来堪比炸之机 为了保住我岌岌可危的两个妖子 我毫不犹豫就一口喝下了转变性别的魔法钥匙 想当年我作为光明神的象征降临这片大陆 坐拥无数教堂和信仰 靠着无穷无尽的信仰之力从百草原开到三位书 几乎把整片大陆统一 雕鬼斜碎更是退到边境之外不敢再难 可惜这两年突然就和主神断开了联系 自身的法力不断地消散 再加上五个徒弟疯狂稀释我的惊奇 我自知这个位置已经坐不下去了 魔族的那些人知道以后必然要一举攻入地雾 我也是时候该隐退起来 顺着最隐蔽的小巷我一路走进了神秘炼金商店 老板 我盯着地改变容貌的药水到交货时间了 老板娘一脸妩媚地看着我 当然了 客人临请稍到 此刻圣殿泳池中有五个容颜绝世的女子正在牧民 大徒弟心爱被二徒弟水如子直接毕咚在墙上 一向淑女冷静的水如子此刻 也是不耐烦地询问心爱师父的行动 五徒弟看着眼前刺激了一幕 脑海里不自觉地对师父浮想天天 三徒弟疯狂看着脸红心跳的弗铃 直接就从后面抱上去 还在旁边不停地输出少而不移的知识 这时心爱和水如子投来了一个冰冷的目光 我说你们很前吗 是不是师父不在最近过得太滋润 三徒弟一下就躲进了四徒弟木木西的怀疑 不愧是我所有弟子里心胸最宽广的女生 木木西一边安慰两个萝莉一边退出了这个修罗场 水如子开口说道 师父最近总是有意无意地扁着我 这次倒好直接就消失了 你最好老实交代师父失踪和你有没有关系 心爱也强势地捏住了水如子的脸 既然你自己都察觉到了师父不对劲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他的问题 这么关心师父怎么不自己去找找 别总是用你的脑子去揣测他人 水如子一时之间也开始怀疑 似乎心爱真不知道师父的下落 可这正好就是心爱的圈头 生活不能自理 师父啊师父 要怪就怪你自己把弱点给暴露出来了 今晚我就要让你变成我的宠物 就在另一边我竟然直接从高空坠落下 真是可疑 现在连最基本的飞行术都不能维持了 还好我的药水没有衰还 没想到我堂堂神明化身也要改头换面狗起偷生 好在现在还有五个功法高强的徒儿能够保护我的后半生 只是最近光顾着定制药水冷落了大家 这个时间还是偷偷从后门回去吧 免得引起重弄 结果我当当推开大门 就看见了大徒弟心爱已经叙事待发 卧槽 大徒儿你这是要干啥 我身为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被迫转性成萝莉 只为躲避我那五个如狼似虎的痴女徒弟 大徒弟心爱更是日夜不停地调查我的状态 得知我法力消散之后直接把我堵在了城堡大门 师父 人家等你等的好苦啊 你终于是回来了 我慌慌张张地扭过头去 这个该死的匿徒何时已经变得如此大了 这大徒弟本就是魅魔出生 再加上这么妩媚的话语 我已经血脉喷张快点住 话说师父你这段时间去哪里 徒儿可是很想你哦 心爱趁我没注意直接就把项圈带在我的脖子上 我的好世尊 这下你就逃不掉了吧 扯 你这个逆途 欢迎师父回家就拿项圈套着是吧 再这样为事可就不客气了 心爱文言反倒是露出了一点戏谑的感情 世尊您这是在迁就徒儿的胡闹吗 还是根本就已经无力反抗活了 要不然您为什么自始至终都是在用肉体反抗 一点法术都没有施展 我不禁心头一颤 坏了 这个家伙肯定已经发现了我的事情 下一秒 心爱绝美的脸庞就凑到了我的面前 您就老老实实地待在徒儿身边做徒儿的乖孔 徒儿不会亏待你了 我立马就指着后面大喊 谁如此 你怎么也来了 心爱当即就锁紧了眉头 随后又光速变脸 谁如此你听我解释 我只是在 话还没说完心爱才发现身后根本就没有人 而且我已经趁着这段时间的公子逃走了 我一点时间也不敢耽误 立马就掏出了变身药水 没想到这一刻回来的这么突然 即使是我这样强大的男人在此时也是犹豫 毕竟炼金师老板娘说过只要喝下药水 就再也便不回男儿身 突然一柄重剑直接就穿透了地面 心爱一脸朝红地看着我逃跑的方向 我的好世尊 你真以为今晚能够逃出我的手掌心吗 坏了 这个家伙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吗 看这个样子今晚要是给打住 十个腰子都不够用 下一秒我拔开瓶带就一把气全部喝了下去 突然间我只觉得心脏剧痛 随后吐出一口82年的老血 这个药水不对劲吗 为什么会这么难受 这个死妖婆不会卖的是假药吧 我的身体似乎是变小了 话说两腿之间为何变得空旷 身上就好像有火焰在燃烧一般炙热 心爱这时也赶到了我的面前 可恶 这个小孩身上为什么会有师尊的味道 话说这个小孩似乎和师尊有几分相似 祸曹 为什么胸口还是软的 这时我迷里乎乎地睁开了眼睛 世界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转性成了罗莉 只为躲避手下五个如狼似虎的痴女徒弟 结果没料到 变成娇小罗莉的第一个晚上 就被大徒弟奈希压在了身下真操不恐 圆月当空夜色一身 此刻一间富丽堂皇的卧室内 虽然我已经醒来了 但是还处在一阵晕血之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话说是谁在压着我 勉强坐起来后就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这是谁家的罗莉怎么这么可爱 难道说 破曹 老子我硬邦邦的兄弟跑哪去了 怎么会这样 难道说连我的兄弟 糟糕 这个杀千刀的老板娘 我怎么变成这个样 连我的兄弟都杀 此仇不共戴天 还有这个奈希为什么会睡在我旁边 现在处境危机 没想到我堂堂神明化身会落的这个下场 看来是昨晚晕倒之后被这个逆途带回来 现在没有魔力傍身简直是太危险了 必须在他醒来之前逃跑 我的脚材刚踏出两步就听到身后一阵轻笑 小家伙你是想逃到哪去了 这副孱弱的躯体竟然被人轻轻一拽就倒在地上 完蛋了 看来必须直面恐惧才行 我昨晚好不容易把你就出来 你现在倒好连句谢谢没说就打算逃走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恩情的吗 犯困子小鬼 可恶 这个逆途到底在说什么 犯困子又是什么东西 真倒是好惹的事吧 你这个逆途我看你是右倩收拾的 为师平时是这么教导你的吗 这个语气让奈希浑身一阵酥麻 最后我的巴掌一个接一个的招呼下去 我让你给为师套向圈 我让你态度嚣张欺世灭毒 怎么犯困你 随便乱取名字 当为师是你领养的小狗是吧 奈希两眼泪汪汪 不是 你身上带的瓶子写的不就是这个名字吗 我也是好心把你带回来 怕你被坏人带点 那个药水瓶子上的谷语 难道被这个蠢蛋当成我的名字吗 可恶 这么说来 难道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吗 下一秒奈希回过神来咬牙切齿的咆哮 你刚刚说逆途和为师是什么意思 我师父可是这片大陆的传奇 所有人都敬仰的神明化身 你这个小鬼倒好 居然还敢自称是我的师父 刚才那个惩罚动作居然还让本小姐失神了 魅魔小姐你先等一下 既然我们都不认识 你为什么还要带我回来 怎么了还要装傻吗 你这个小鬼天生魅谷 你难道不知道你这副身体会祸害苍杀 当然了 本小姐带你回来也是为了保护你 作为交换 你就一辈子留在这里吧 这个奈希在说什么 可恶 耳朵被吹得好雅 不行 绝对不行 小丫头你不要欺人太甚 什么狗屁天生魅谷 我是不可能屈服于你呢 就在另一边 二徒弟新野兰出动圣骑士军团 寻遍了附近的所有吞庄城镇 也没有发现我的踪迹 耐希那边有什么异常吗 她最近在古堡做些什么 身后的小修女紧张地回应 耐希大人这几日没有出过古堡 但是古堡的守卫增加了不少 就算是我们的线人都很难传消息回来 师父消失至此 这个妖女真的会坐以待毙吗 可恶 不对劲 此时必定有蹊跷 只怕是被这个妖女瞒天过海了 丁堂 立刻派圣骑士前往古堡 不要放过任何风吹草动 该死的妖女 你到底是藏了什么秘密 神明化身的最强男人 竟然转性成了白毛罗令 意外转变成了人人贪恋的天生魅力 结果才第一天 就被徒弟压在身下 做了一些顾可描述的事情 一时间我自己也近乎失去了意识 等我回过神来 刚才那一幕幕疯狂的画面 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可恶 为什么我的身体不受控制 反应你 你这个逆途对本座下了蒙汉钥匙吗 奈希马上就堵住了我的嘴了 你自己天生魅力 被注入魔力之后自然是这个样子 别这么大声说话了 刚才运动了这么久 你这个小身板肯定也愣了 你在这等着我给你准备些食物 现在变成了人见人爱的体质法力 还完全丧失了 这下可惨了 本打算安安静静地度过后半身 看来是不可能了 现在这副模样钥匙让人知道 我就是神明化身国家的传奇 那岂不是要被人给笑掉大牙 奈希应该不在这附近 先逃跑再说 等自由了肯定有办法摆脱这个怼劲 既然一把飞刀破空而来 直接钉在了身后的木门上 我刚想开口解释一下 又有几步飞刀冲了上来 犯困子小鬼 你这是想跑到哪里去 什么跑你别乱说呀 我只是在到处逛逛 行吧 那正好你把这碗饲料给吃了吧 奈希丢过来一碗称是饲料的不明液体 这是本小姐赐予的晚餐 你就心怀感激地全部喝掉吧 卧槽 这碗东西看上去就不像人吃的 还说什么饲料 这个该死的逆途真的把我当成是宠物了吗 看着我犹豫的样子 奈希一脸坏笑 怎么了 犯困子还是个挑食的小孩吗 看来要我亲自喂你才行 说吧奈希一脚直接伸到了碗里 来吧 把我脚上的粮食吃干净 这可是主人的恩赐 怎么了 你难道还敢违抗我的命令不成 可恶 我的徒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刁蛮无理 我身为神明化身 难道真的要吃吗 看上去毫不卫生 吃了会不会拉肚子 但是不吃的话 又不像一个小女孩面对淫威的样子 算了豁出去 奈希突然就把脚收了回去 叫你吃你就吃 真是个下贱的小鬼 我顿时就一脸猛逼 不是你叫我吃的吗 我这个蠢蛋徒弟该不会精神分裂了吧 结果下一秒奈希两手一挥 就变出了一桌好酒好泰 刚刚只是在和你开玩笑 当当 这些就是我给你准备的晚餐 看来是实锤了 这个该死的逆途真的精神分裂了 等等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这些食物里竟然全是我平时叮嘱爱吃和不爱吃的 难道说 她是想借此来测试我的真实身分 刚才生气也是因为我做出了如此卑微的行为 奈希不耐烦地拍了拍桌子 怎么了赶紧吃啊 还是说这么多好吃的都不合你胃口 果然这个逆途是在确认我迷加利的身分 但凡我下意识地挑着习惯吃起来就要遭殃了 还真是人心显乐 作为神明化身的我竟然差点就上当了 世界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转性成了白毛萝莉 结果第一天就被魅魔徒弟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因为奈希怀疑这个白毛萝莉就是他朝思暮想的世尊 眼看差点就要踩进这个逆途的圈套 我立马就壮着胆子走了上去 在主人用餐之前 我一个小小奴仆怎敢先吃 说罢我就一把脱光了身上的衣物 还把各种山珍海味摆在自己的身上 不要脸地恳求奈希对我下手 结果这些卑贱的举动当即就惹怒了奈希 你你你你这个小鬼还真是不要脸 眼看计谋得逞 我甚至当着她的面哼起了小曲 毕竟我早就知道这个奈希有严重的感情结果 在她确定我的真实身份之前 所有的行为都只是在虚张声势 蠢蛋魅魔 也不想想我为什么能当你的世尊 此刻奈希也拿不定主意 这到底是哪里出现了披露 这个小鬼该不会真的不是师父吧 但是下一秒奈希邪魅一笑 罢了 就算是造诣再高的变身术 也不能改变肉体上的某些特征 说罢他一把派在桌子上 犯困子小鬼 我看你身上的衣物有戏破了 不如我们换一套新的吧 下一秒他就朝我递过来一套贴身衣物 好家伙 这特么哪里是要给我换衣服 明明就是想套我鸟窝了 很感谢你的好意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衣服已经很好了 我刚想逃走就被奈希抓住脚踝 这怎么能行 奴仆就应该好好听主人的话 我猛的一个应激反应就把奈希给扑倒 此刻奈希的小脸突然涨得通红 没想到他已经把手放到了天府之地 奈希猛的坐了起来 不对劲太不对劲了 为什么会这么平淡 奈希还是不相信眼前的白毛萝莉不是自己的师傅 之后他一把就掐住了我的骨骨 快点告诉我你是谁 为什么知道那么多还敢叫我溺涂 我立马解释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弥加利的妹妹呢 大家有话好好说吗 奈希一把就松开了我 一派胡言 我从来就没听说过师傅还有什么妹妹 不愿意坦白也没关系 亏我还设了这么多陷阱套你的话 不过这个东西你总该认识的 我痛苦一阵 糟糕了 这个瓶子怎么会在溺涂的手上 昨天晚上 我准备孝敬师尊就看着他转身喝了什么东西 等我追上去就碰上了你这个小鬼 我看你的样子好像有些紧张啊 你可不要瞎说 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瓶子 奈希缓缓说道 我已经把剩下的药水拿到研究所去分析了 但凡让我知道你是在撒谎 我一定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顺带提一句 药水今早就已经送到实验室了 也就是说我们后天一早就能得到分析数据 我猛然一惊 后天卧槽这下可糟了 我不会被他强行榨干吧 世界上最强的男人转性成白毛小萝莉后 却惨遭魅魔大徒弟的毒手 本以为逃出城堡就可以告别榨汁鸡的生活 结果才刚刚念完肖身课的旧熟的台词 就立马被抓到二徒弟的手中 奈希回来的时间已经在即 幸好吃饭时被我偷偷藏了一根汤手 现在没有魔法也就算了 连身体都是个白毛小萝莉 要是还我八块腹肌的猛男去窍 挖穿这个破城堡那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再怎么说我也是光明神的华神 区区一座城堡还想困住老子 就在这时古堡的大门之下一声打开 奈希看着报告急不可耐地冲向我的房间 啪哒啪哒的脚步声直接传到了地底下 我操有没有搞错我才刚偷会懒人就回来了 这次要是被抓到那不得被抽筋扒皮 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千万别抓到我了 光明神再赐予我祝福吧 我迷加利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 从研究所发回来的信件上说着 药水的成分太过复杂 或许只有送到世界最大的研究所才能解析出来 但是经过简单的实验发现 药水确实能稍微改变人的外貌 不过外观的变化不大 奈希才不管这么多 最后一段话就是他想看到了 尽管没有得到百分百的结论 但是我硬要说是解析出来了 范困子也不能怀疑什么吧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每时每刻享受 我的宝贝范困子 不对应该说是师尊大人 师父我回来了 就在奈希推开大门的一瞬间 我也挖穿了地道的最后一层土 奈希看着空落落的房间突然沉默 这个地洞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范困子师父怎么就逃走了 另一边 我感受着雨滴落在脸上的清凉 这就是自由吗 哈哈哈哈 我迷加利终于是逃出来了 负责看守的女仆当即 就把侯科在地上请罪 最近城堡附近 似乎多了不少神殿的骑士团吧 告诉你一件事也无妨 就连我师父都不知道 也没有察觉 我可是名副其实的魔神之躯 下一秒我的大吼大叫 就引来了附近的骑士 这个秘密没有其他人知晓 如今犯困子全身都是我的气味 只要他出去 就会被神殿骑士当作邪神带走 我不明所以地看着一脸愤怒的骑士 果然两人当即出手把我靠住 你这个充满魔神气息的走口 老实一点跟我们回神殿接受审判 文言我当即就怒了 不是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哪来的魔神气息 接下来就是奈希和新野兰的最终对决 不多时我就被带到神殿之内 骑士猛的一把将我压跪 大法师 这个小鬼是我们从城堡附近带回来 他身上充满了浓重的魔神气息 我们怀疑他是邪神的走狗 新野兰眨把这眼睛说道 魔神的气息吗 小家伙把头抬起来给我看看 真是可恶 神殿现在都这么瞒不讲理吗 我明明才走了几个月 待我看清来人就不淡定 我抄 新野兰 真的是你吗 为时找你找的好苦啊 我激动的一把抱住了他的大头 这些蠢蛋把我当成魔神的走狗 还把我一路靠到这里 快点救救我要我的好头儿 骑士团文言当即就愣住了 可恶 竟然敢对大法师不尽 立马把你的手松开 新野兰赶紧出手制止了骑士 大家先别冲动 带我确认一下这个小女孩的身份 下一秒 新野兰一脸温柔的看着你 不用害怕 你刚刚喊我徒儿 这么说来您难道是 本以为逃出内魔大徒弟的手掌 就能安心养老 却没料到这个二徒弟更是个病交吃女 二话不说就把我关进了地牢 新野兰一脸温柔的安慰 我不要害怕 您刚刚说您是我师父 这么说来难道你是 想到和奈希的区别对待我不禁红了眼眶 果然还是我这个温柔可爱的宝贝二徒弟聪明懂事 没错 我的好头儿 本作就是高阶圣堂光明神在人间的化身 路米亚王国活着的传奇 也就是你的师父弥加利大人 新野兰当场就听愣在了原地 可是下一秒圣骑士团就忍不住 你这个浑身将满魔神气息的走口 竟然还敢冒充弥加利大人的名讳 我看你就是在找死 新野兰立马就起身叫停了 重骑士手中的动物 师父大人法力高强 变个小女孩也并非不可能 只是光明神在身上的魔法烙印 绝对不会配 所以还请大家冷静一些 我用法力探寻一下变质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一股冰寒的魔力波动 就对着我疯狂冲刷 我这穿了几十年的新衣服 竟然就这么被光束瓦解 但魔法波缓缓消散 我这才注意到此刻 我已经是赤身暴露在众人眼前 这时新野兰突然就向我伸出手 别怕 没事的 我只是在给你检查身体 后续辛苦各位骑士们转过身去 不许偷看哦 这下可糟了 虽然说不是奈希这个蠢蛋 不会分辨文物 新野兰可是我从小带大的 天才魔法师 但是这几天 圣衡先是经历了药水的侵蚀 还被奈希这个魅魔百般摧残 也不知道新野兰 能不能分辨得出来 就在这时 新野兰胸口的蓝宝石 突然就迸发出淡淡光辉 下一秒 新野兰整个人都被一股 强大的吸力牵引过来 这个感觉不会有错 圣衡竟然在呼唤我体内的魔力 没想到这个小女孩 真的就是师父 这下可真是赚大发了 踩破铁鞋无匿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行了 我已经赶制完毕了 辛苦各位骑士们 立马把这个冒充 弥加利大人的歹图压下去 关到最底层的地牢 眼看刚刚逃出来 就又要被关进一座监狱 我当即就破口大骂 新野兰你这个匿徒 在发什么羊巅峰 你绝对认出我了吧 快别和师父我开玩笑了好吗 圣骑士看我还在口出狂言 立马就赏了我两个大嘴了 师父啊师父 没想到你居然主动送上门来 把你关进地牢里 其他徒儿就联系不上你了 咱们好好把旧账算算 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不过他这一身的魔神气息 是在何处沾染上 据骑士所言 他是在奈希的家附近被发现的 难道说这个奈希 真的是一尊魔神不长 此刻的古堡之中 一名女仆恭恭敬敬敬地俯下身 魔神大人 那位大人又来催您了 奈希文言刷的一下坐起身来 你说的是我父亲吗 世界上最强的男人 竟然转性成了 手无腹肌之力的白毛小伯利 结果第一天就被魅魔大徒弟 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本以为逃出生天就能安心养老了 却没料到这看似纯洁的二徒弟 更是变态中的变态 奈希在火炉燃起了一本魔法书 下一表一尊高大的火焰恶魔触力而起 奈希只是空洞地 看着面前的魔神喊了声父亲 那你为什么还没动手 你知不知道你的兄弟 你的族人 还有你的父亲 我每天都被困在那个极寒的封印之地 这一切都是拜那个卑鄙的男人所欺 父亲知道当年把你一个人 送到他身边卧底对你布公 但是现在也只有你能担起 拯救族人的使命 奈希冷冷看了一眼魔神的手 然后一把拍开 这些我都知道 我答应过的事情绝不会防我 该怎么做我也自有分团 今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就别来找我了 免得神殿那边的人有所觉察 今晚我会想办法抓住他的 没想到此刻两人的对话 就在另一边我被八光衣服扔到了所谓的地牢 看着镜中的自己 我不禁感慨现在真的是变成一个女孩子了 不过这里说是地牢 为什么看上去像温泉泳池一样 就在这时新野兰一把推开了这里的大门 师父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出奇来的一道声音让我虎屈一阵 为师能去哪 就是瞎溜达而已 但是下一秒我突然缓过神来 等等 你刚刚是不是喊我师父了 新野兰你是不是认出为师了 新野兰轻轻撩了一下头发 当然了 不管师父变成什么样子我都能认出来 真的是 认出我了居然还叫人把我打入地牢 新野兰笑盈盈的看着我说道 师尊变成这个样子肯定有自己的理由 徒儿总不能把这件事情招到天下的 不过师父你为什么没有在当时解除变身状态 难道真的和传言一样 您不会是法力不知只能保持这副身体不能再变回来了吧 可恶 为什么新野兰现在说话也有一股阴谋的味道 我就不信了这个乖徒弟还能不怕我 新野兰你是在质疑为师吗 为师只是暂时喜欢上这个形态了而已 当然了为师不是变态 只是好奇而已 突然新野兰一把就把我抱了起来 真的是 女孩子身上怎么能脏兮兮的 我这个做徒弟的肯定要帮您清理干净才行 再说了师父嘴上说着喜欢这个形态 但肯定不知道女孩子洗澡的方式吧 新野兰将沐浴露抹在我的后背一顿揉搓 这样徒儿也好教定你我们女孩子清理的方式 这也是徒儿孝敬师父的好机会 新野兰看着我一脸受不了的表情竟然无比享受 就是这样的表情 师父这也太可爱了吧 世界上最强的男人竟然转性成了 手无腹肌之力的白毛小魔力 这才发现自己从小带大的爱徒 竟然是魔族的卧底 那西家我毫无抵抗能力 狠狠对着我一顿领悟 本以为逃出这个魅魔大徒弟的手掌心就能安心养老 却不料一向乖巧贴心的二徒弟更是一身烦骨 把我从头到脚都折磨了一点 师父身体小小的也太可爱了 我好喜欢 就这样像只小动物一样永远留在我身边吧 星野兰回想当初 我还是那个高高在上威严肃穆的帝国最强男人 为师严苛动不动就会对徒弟加以惩罚的师父 在我手上 自己的屁股从没有一天好日子 结果现在却变成这副任人宰割的可爱模样 而且还自投罗王主动送上门来 委屈巴巴的样子看起来好想欺负 忍不住了 我必须好好把师父全身都欺负一遍 好了师父大人 现在前面已经清洗得差不多了 现在徒儿来帮您把后面的脏东西都清洗出来 思华的触感让我身去一颤 后面不行 逆途快给我住手 都说了那里不能洗了 笨蛋逆途快点给为师住手 再这样为师要受不了了 刚才还在幻想我们师徒共遇会是一幅温馨的画面 现在这样不是纯纯在公报私仇吗 我怎么就养了这些个大逆不道之徒 突然星野兰打了个响指发动一道反正 下一秒池中的水像是活过来一样 不停往我身上缠绕搜索 星野兰你到底在做什么 求你了 那里 那个地方真的不行 星野兰一脸坏笑根本没打算停下手中的动作 师父乖乖 这样才能把脏脏清洗干净 还有脚脚上的泥垢也不能放我 必须要做一个爱干净的小女生才行哦 我看师尊这一阵子肯定是累坏了 接下来就由我为师父好好按摩放松一下 然后就是一套行云流水的重机 这哪是什么暖心的宝贝徒弟 对我下起讲来是朝朝致命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在暴打仇家 突然星野兰冲我坏笑一声 好了师父 最后咱们把这里也舒缓一下 做完这些之后 星野兰一脸病焦的看着虚弱的我 如果师父法力真的流失殆尽 那以后岂不是天天都可以让我欺负 我必须得亲自验证一下 然后他就从法阵中取出一瓶神秘药水 好了师父快起来吧 最后一步咱们把身体擦上精油就可以了 我费劲的从地上爬了起来 心想终于是熬到头了 不料这还是星野兰用来测试我法力流失速度的道具 师父乖乖的坐在这里就行了 突然来帮你完成最后一步 然后你就可以永远留在我身边了 这时我才察觉到情况不对 为什么这个精油和耐吸当时用的一样 星野兰你快点停下来 真的不可以再继续了 我的身体突然间就快速放大 星野兰也察觉到了一丝不动 眨眼间我的身体就已经大过了压在我身上的星野兰 星野兰见状瞬间就羞红了脸 师父你这是怎么了 我只不过是往里面注入了一点魔力而已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奇怪的动静 窗外若隐若现地散发出魔神气息 星野兰食指伸到嘴边虚了一声 随后一把将我按到了水尺里 一只仙仙玉卒落在了窗上 好久不见到我的宝贝师妹 星野兰和我同时愣在了原地 这个女人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 身为世界上最强的男人 此刻却陷入了两位病交痴女的修罗场 二徒弟为了独享我的美色 竟然硬生生地把我藏在了他身下的水尺 大徒弟为了能重新夺回调教我的权力 更是对星野兰手脚并用 企图让他暴露出我躲藏的位置 星野兰见到奈希心怀鬼胎地出现在自己的地盘 直接强行用腿把我夹在身下 我隐隐感觉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因为之前奈希在接触我这个形态后就变得非常奇怪 看着奈希一步步朝水池靠近 星野兰一副心虚的样子也不敢挪出来 而且不知为何身体好心越来越热 师妹真是贤情雅致 如今师父失踪了竟然还有心情在这里泡走 还是说师尊他老人家已经被你给藏起来了 说吧奈希直接从身后把星野兰给抱起 企图从水里看到我的踪迹 奈希内心想要挣扎反趟 却不知为何身体使不上一点力气 我在水里使劲拽着星野兰 生怕被奈希抓回她的古宝体系 殊不知此刻我自己就是一个行走的母猪也疯狂 我说星野兰 我们俩好歹也是相亲相爱的师姐妹 你一个人独占师尊就有点过分了 星野兰忍着燥热朝奈希撇了一眼 什么占不占有 凭师尊大人的法力 我们怎么可能抓得住她 奈希文言一脸戏血凑了上来 你还在这里装什么虎 我们这些徒儿里有几个不省独占师父 还有什么师父的法力 她早就已经法术亏空变成小女孩的母娘 连变都变不回去了 星野兰刚才还没来得及测试完毕 没想到在奈希这里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她一着急两条腿夹得更紧一些 眼看嘴里的那口气就要憋不住 我贴上星野兰的肚脐就吹了进去 星野兰实在憋不住了交呼一声 不要这细微的小动作还是被奈希看出了端倪 我说师妹啊 不如你就把师父交出来 我们俩一起调教也不错 就在这时星野兰的理智已经被蒸发的所剩无几 下一秒她就猛地跳出水面一把拉住了奈希的衣服 坐不提防之下朝奈希的小嘴就亲了上去 奈希反应过来立刻就挣脱开来 星野兰你是不是疯了 你知道自己都在做些什么吗 这时奈希也察觉到了一丝一样 平时的星野兰一直都是温和寡淡的模样 不可能用这种手段来逼退自己才对 而且她现在这一副不对劲的样子为什么有点眼熟啊 我勒个洞 这不就是妹骨感染时候的体征吗 下一秒奈希就一脸邪笑的潮水池看去 我的宝贝师傅 你果然就躲在这里 见状我险些把嘴里剩的气都喷了出来 星野兰文言也立刻恢复了一些理智 我作为光明神在人界的化身 不料却突然法力亏空 变成了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白毛小魔力 本以为含心如苦带大的徒儿能让自己安心养老 却不料这两个逆徒都是想要调教我的病骄痴女 奈希注意到星野兰这魅骨感染的体征 立刻就凑到了水池旁边狂笑 抱着星野兰的大长腿都更紧的紧 这下惨了 要是给奈希逮住就遭老罪了 星野兰你必须保住为师才行 奈希俨然一副奸计得逞的努力 心想这下就算是星野兰也无计可施了 可就在下一秒奈希表情就僵住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在这里 明明当才气息锁定就在附近才对 星野兰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邪魅笑容 只见我的身体在水中急剧缩醒 然后就化作了一滩水龙的迷恶 说是在水中完全隐身了也不为我 没想到星野兰那些奇奇怪怪的魔法 真能派上用场 师姐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我早就说过师父不在这里了 再者就算师父真被我找到 以我们俩的关系我还能瞒着你吗 星野兰松了口气 在转变我的形态之后 那种头脑空白全身燥热的情况明显缓解不舍 说吧星野兰朝着一脸无疑的奈希继续说道 师姐既然这么关心师父有没有在这池中 不如我们一起下去看看 奈希还没反应过来就对星野兰一把拖入水中 然后在不经意间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 一脚就把我踹到了水池深处 奈希稀的钻紧了粉圈 自己刚换好的衣服现在又泡进了水里 星野兰一脸玩味的捧起奈希的脸 怎么样师姐 看清师父不在这里了吗 奈希急得想释放法术脱身 不料下一秒就被星野兰掐灭了 别这么急嘛奈希 我可算是明白了 明明师父就不在我这 你却偏偏要挑人家沐浴的时候过来闹事 莫不是奈希你对我有什么别样的感情吗 还是说师姐你这么喜欢窥看人家的身体 奈希被星野兰紧紧抱住 脸都红到了耳尖 赶紧给野爬 星野兰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是个大变态 就算我喜欢可爱的女孩子 也不可能会看得上你这个痴女 奈希浑身狼狈地钻出水面 偷鸡不成还被星野兰狠狠调戏了一遍 表情比吃了两斤母猪也疯狂还难受 可恶 星野兰怎么会说这种腐狼之子 还有刚刚她那副模样 明明就是魅度感染的体征 说吧她就留下一道分身藏匿在这大堂之内 不过本师姐还是得提醒你一句 师父现在法力尽失 又一个人在外面 你也清楚师父在外面的仇家不少吧 还请你多花点精力寻找她老人家 不要让她陷入危险 说吧那戏碰的一生把我们关上了 星野兰仍存一些疑虑 师父明明是帝国最强传奇 怎么可能会突然法力亏空 不行 我必须亲自测试清楚 说吧星野兰一把将我提了起来 趁我还没反应过来拿出一块法石贴在了额角 下一秒模式就完成了监测 各项数值都低得离谱 完全就是一个普通小女孩才有的战斗力 我说师父大人 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变成这样子了吗 躲在角落的奈希不禁吃笑一声 区区一道残影都发现不了 还算什么高阶魔导师 还有我的宝贝师父 你果然就在这里 世界上最强的男人转型成为 手无腹肌之力的白毛小萝莉 不料却沦为了病交徒弟手中的玩物 星野兰之走奈希之后 本以为可以独自显容师父 结果奈希的分身就藏在暗处观察着 星野兰的一举一动 宝贝师父 现在可没有人打扰我们的二人世界了 我看着星野兰一副 极可难迈的表情不禁腹去一阵 星野兰 本师尊可没有丧失法力 一定是因为你那块破石头失灵了 星野兰看着我慌张的模样 反倒是更加兴奋 师父大人 你可还记得在徒儿年幼时 您是如何教导徒儿的吗 当年师父雷厉风起 对徒儿的屁屁可是一点都没有留守 这一份诗恩清清楚楚地留在徒儿的肌肤之上 徒儿可是半点都不敢忘怀 没想到如今师父却变成了没有法力的小孩 那我这个好徒儿也应当做好教导师父的侄子 说罢星野兰轻松把我从水尸里拎了起来 从今天开始 师父大人您就是徒儿我一人的王物 结果就在这时突然蹦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好啊星野兰 我就知道师父被你一个人给私藏起了 星野兰指着奈希就破口大骂 你这个妖女不是早就离开了吗 奈希文言邪笑一声 师妹这是哪里的话 难道就允许你耍花招 我还不能留个心眼吗 还有你刚刚说要独享师父 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说罢奈希迸发出一股魅惑之力 吻在了星野兰的额头 下一秒星野兰的眼中就挂满了爱心 我导师大人 您这些天一定很累了吧 让我们好好为您放松一下 星野兰的周围凭空出现了三个 和奈希容貌一样的魅惑 随后用魅惑之力把她死死困在原地 那我就谢谢师妹为我召开师父 还有你 我的好师父 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我弱小的身躯在奈希的注视下色色发抖 星野兰你听我说 上次我根本就不想逃走 可是那个勺子自己就挖起洞了 万物皆有灵你应该知道的吗 奈希文烟朝我邪笑了一声 扭过头才发现逃跑的方向出现了一道水 下一秒奈希就被一股法力 正确从空中掉了下来 我强堂人界最强男人 就这么光着屁屁摔了个狗啃 星野兰语气十分不悦 什么狗屁换手 依我所见这恐怕是魅族的妖鼠才子 没想到奈希你居然自甘堕落学习黑魔禁术 今天我就替师父清理门户 这个门你恐怕是出不了了 下一秒就有无数的水流冲向了奈希 奈希一个不留神就被束缚在了空中 没想到你这个痴女魔导师这么快就识破 精神上控制不住你 那我倒要看看这个你怎么破解 眨眼之间无数条触手猛的钻出地面 一瞬就把星野兰缠绕捆绑起来 奈希斜笑一声 别以为这就完了 小怪兽全都给我出来 对着那个蓝头发的痴女给我咬上去 星野兰本就脱不开身 现在又被各个方向围攻 很快就失去抵抗败下阵来 奈希身上的水牢也渐渐消散 我说二师妹 跟我比你果然还是差了点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把师父带走了 说把奈希拎着我就消失在了房间 星野兰见状暗叹不妙 如果奈希和魔神有染的话 师父就有危险 随后她朝着门口大喊道 圣殿修女全部集结 麻烦守在外面的修女立刻进来 话音刚落就有一位修女飞了进来 随后大门被一道熟悉的身影狠狠踹眼 星野兰你这个混蛋 快点告诉我你把师父藏在哪里了 天神化身的最强男人 却变成了手无腹肌之力的白毛小萝莉 在此等危机关头 并教痴女徒弟也暴露出了各自的野心 等以为两个逆服叛变就已经是极限了 结果半路还杀出一个失散多年的龙族少女 奈希刚推开门想要给星野兰一个下老位 不要眼前的一幕直接震惊女孩三百年 星野兰为正脱开触手全身相悍淋漓 但还是摆出了一个相当不妙的姿势 奈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特意跑回来看我的笑话吗 此话一出奈希当场就怒了 什么叽叽歪歪的 你以为你这破地方我很乐意来了 不得 反倒是你这小丫头骗子玩得还挺变态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居然喜欢偷偷躲起来玩束缚 是在这里给我搞反差这一套吗 你也不想今天的事情对别人知道吧 乖乖把师父交出来我就替你保密 别想耍花招 我知道师父就藏在你这里 星野兰看着眼前奈希一副呆呆蠢的 简直和刚才拐跑师尊的奈希判入两个 而且原本浓郁的魅族法力也变回了熟悉的火系 再加上奈希刚从天台逃走又出现在正门 星野兰一时之间毛色顿开 立刻发动圣魔法从束缚中挣脱开来 糟了奈希 出大事情了 奈希被这一吼吓得一脸猛逼 经过星野兰从头到尾的解释之后 奈希惊呼一声 你是说有人变成了我的模样然后把师父拐跑了 目前看来就是你想的那样 谁知奈希下一秒就充满智慧的贴了上来 星野兰啊星野兰 你真当我是弱智吗 我看这是你瞎边乱造用来私藏师父的故事 星野兰看着奈希的蠢样扎了下嘴 看好了 这种恶心下流的魅族法术我怎么可能会去学 此话一出星野兰突然想到了什么 随后他就大步朝圣堂跑去 我这就下令骑士重兵把守关口 严查躲藏在路上的魅族 就在这时奈希却叫住了星野兰 你这个蠢蛋先站住 抓住师父的不可能是魅族 星野兰文言一脸疑惑的转过身来 如你所说 那个伪装成我的妖女使用的全是魅族法术 可魅族不过只是一个低等种族 就算再强大也不至于炼成 连你都看不出来的幻化之术 有这种变身天赋的也只有可能是龙族了 星野兰看着突然变聪明的奈希 惊出一身冷汗 难道是他 师父的第六个徒弟 紫孝李树 提起这个龙族少女 星野兰也露出了无奈之色 都过去这么久了 他还是惦记着师父呢 奈希文言也陷入了回忆之中 十几年前 奈希的父亲把少女送到了弥加利身旁 作为魔族的卧底隐藏在弥加利的手下 即使出于私心不仁女儿在极寒之地受伍 也为了少女有朝一日能解开极寒之地的封印 但是奈希深知封印之战其实并非弥加利的本意 弥加利本是极力反对赶尽杀绝的作法 但是圣唐天使手握无可匹敌的压倒性力量 最后弥加利也只好被迫妥协 就在奈希执行卧底计划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第六位徒弟 在封印之战被遗失的龙族少女子孝李树 师父心怀慈念 像收留我们一样留下了这个龙族孤儿 奈希身为异族 但从小就懂得如何隐藏自己 在他人眼中自始至终就是个人类的形象 但是子孝李树不一样 他自幼就和人类大大方方的生活在一起 直到后来他身上的异族特征愈发明显 明明是素不相识的人类 却把恶意都强加在一名懵懂的龙族少女身上 虚伪的教会称他为人间的恶魔 绝不容忍任何一个异族生活在人类的世界 任谁都不会想到和平年代会存在这种恶劣的教会 师父第一时间就冲向了人群阻止暴乱 但是在子孝李树的眼中 他只看到了师父站在人类的一方 甚至没有张开臂膀安慰自己 或是感受到巨大的背叛 那一天以后子孝李树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难道说子孝李树是回来报复师父的吗 本以为久别重逢会是温馨和睦的相拥 不料这个逆途不仅伪装了自己的身份 还对我娇嫩的身子动手动传 借口是检查身体对标售后服 子孝李树失踪了这么多年 结果刚回来就把师父绑走了 新野兰身为弥加利的二徒弟自然不能坐视步 我就是挖穿大陆也要找到他 区区一个龙族的小丫头还能翻了天不成 奈希文言呵呵一笑 也不知道是谁连子孝李树的变身术都看不穿 他要真想躲着你 随便换个身份就能在大陆横着走 就算你有通天的能耐又能怎么样 新野兰一听这话当场就急了 你这个当大徒弟的难不成要放着不管了 我说新野兰你果然还是像一个小鬼一样 这么着急干什么 师父现在虽然在紫孝李树的手里 但是你别忘了 师父身上的魅骨可是能不知不觉的造成祸乱 只要盯紧了最近发生问题的地方 师父的线索不就手道琴来了吗 此刻就在紫孝李树的符底 一口烟气正正的吹在了我的脸上 我猛的从噩梦中惊醒 奈希这个逆途绝对会因为我跑到新野兰身边教训你 不要带我看清眼前之人去当场愣住 小家伙你就放心好了 你的那两个徒弟现在抓不到你了 你不就是当时卖我假药的那个坏女人吗 这个臭卖药的 我为什么会和你待在一起 紫孝李树淡淡说道 当然是来帮我的客人了 你就放心好了 就是我伪装成你大徒儿的模样 把你从圣殿里救出来的 听到这个解释我才恍然大悟 说来也是 能做出变身药的人 自己的幻化之术肯定也有一些造语 不过这个臭卖药的我也就见过两次 为什么会大动干戈的救我出来 小家伙你也别害怕了 现在很安全 闻言我当场就怒了 你还真好意思说得出口 自从喝了你的破药水之后 我就没有一天好日子 我之前明明说了要变个身份 你倒好 直接把我的性别都给变了 现在要我怎么面对我的列祖列宗 紫孝李树化没听进去两句 反倒是一脸兴致的凑了上来 居然真的可以完全变成女孩子 而且还这么完美 说吧他一脸戏谑的看着我说道 这不是变得很成功吗 至少别人在视觉上绝对认不出你 没想到我这悲惨的遭遇 一点都没有引起这个奸伤的自责 最要命的是 你怎么还给我附加了天生魅谷的属性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一个小女孩 家家的有多危险 紫孝李树文言轻笑一声 好了知道了 所以我这不是上门帮你售后服务吗 结果我一个不留神就被他推倒在床 你先别着急 我检查一下就什么都知道了 听到这句话我已经彻底绝望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检查我的身体 我难道就不要面子的吗 紫孝李树发现魅谷印记完美的与我融合了 这初步证明了他的猜测是正确 自从在大街上听闻 弥加利法力流失的传言之后 紫孝李树就开始传播 黑市贩卖变身药水的消息 他用幻化之术伪装成了店铺老板 果然逮到了一脸心虚的弥加利 弥加利也确实和传言中的一样 法力丧失到看不穿他的变身之术 于是他就交付了一瓶有问题的变身药水 但这并不是以复仇为目的 紫孝李树只不过想调查 清楚师傅法力亏空的原因 这次我也想起了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 这个臭卖药的竟然如此熟悉我的几位徒 那就说明他认识我的真实身份 如果这个家伙是仇家伪装人 那我不是危险了 在这危机关头我突然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我只要在这时催动魅谷 就能创造出一个逃跑的好机会 不过现在身上一点法力都没有 必须找到补膜的办法才行 失散多年的匿途 把我转性成了白毛小萝莉 还把自己伪装成了神秘药水商店的老板 我对此毫不知情 但是对眼前这个非常了解我的坏女人起了一心 为了摆脱被压在身下的窘境 我立刻开始寻找补膜的办法 紫孝李树还在那里手忙脚乱的检查妹 我盯着眼前的两颗肉球新生一记 根据我学习魔法两年半的经验 休息之人都会在身体的某些部位储存应急的备用魔力 像他这样修成幻化之术的女修 绝对就是一颗储摸手机 这时只要稍微使用咒语引导就能快速补膜 说吧我就对着紫孝李树一口咬了上去 少女回过头才发现自己的法力似乎被吞射 果然知识就是力量 在紫孝李树的震惊之中 我的周围炸开了一团粉色烟雾 变身两次之后我也已经弄清楚 果然只要吸收了魔力就会因为魅骨切换形态 虽然我也不想做这么卑鄙的事情 谁让这个臭卖要的这么什么 但是这个形态之下果然还是有点羞耻 接下来你也要和那两个秘图一样 不受控制的和我贴贴了 我看你还怎么控制我 不料身下的紫孝李树在短暂的羞涩之后 立刻清醒过来 原来你真的可以变成这个形态吗 文言我当场就愣住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应该变得奇怪才对吧 紫孝李树识过我的轨迹之后冷笑一声 随后两只脚丫紧紧锁在了我的腰间 迪加利你还真是天真啊 你的变身药水和魅骨都是我做出来的 我这个创造者又怎么可能会中你魅族诱惑的影响 下一秒我就被他压回到身下 刚好让我仔细检查一下 魅骨发作时候的状况如何 经过探查之后 紫孝李树才发现我身上的神格刻印 已经被魅骨完全腐蚀 但是在他的印象中 师父明明就是圣天神化身 对于一切斜碎魔法都有免疫效果 就算是法力耗损严重 身上还是会留存大天使庇护 不可能出现完全腐蚀的情况 眼下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高阶圣堂出事了 所以把师父和大天使的联系完全斩断 连同天使庇护和法力一并消失了 不过只要神格还在 就能继续调查高阶圣堂到底发生了什么 想到这里 紫孝李树才发现被压在身下的 我此刻正在不停颤抖 他一脸慌张地询问道 客人你怎么了 你这个卖药的坏女人 你倒好 直接就免疫了 我可是一直在忍受魅骨发作 一转眼我就不受控制地把他推倒在身上 不料此刻一楼的大厅之内 走进了一名冒险者 男人带着抓回来的史莱姆王 打算次日卖掉 结果史莱姆王在感受到魅骨的气息之后 瞬间兴奋起来 直接就冲破了铁龙向上猛冲 在前台小哥的震惊之中 顶破了天花板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 我和紫孝李树的面前 卧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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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的面前 用幻术拐走师父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没想再耍花招 就算同门一场 我也会动手杀你 紫孝李树闻言骄痴一声 师父都已经变成这副名了 你们两个没想到怎么解决 反倒是一直想方设法四吞 亏你还说得这么大一点人 我被史莱姆的年夜捂住了脸 根本听不清外面在说什么 直接奈希悄悄地走到我的面前 然后一把将项圈 靠在了我的脖隔 犯困子小鬼 在外面流浪两天 就已经可怜的一不蔽体 还是乖乖和我回去过好日子吧 奈希一把拽起链子 想要趁乱把我带走 不料刚刚扛起来 就被两个发现 奈希刚想回头 看看是哪个没有眼力剑的家伙 紫孝李树就一脸冰冷 凑到新野兰面前 你们圣殿整日叫嚣着 到处抓获一族 可是就连他这么一个 前堂在师父身边的魔族 都发现不了 新野兰柳眉一簇 突然就想到了师父 被压回来 是身上蒙厚的魔神气息 不料奈希一脚踏出 直接就甩下了他手中的斩妙剑 喂 你可别在这里挑拨离剑 我可是师父收下的第一个土地 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魔族 紫孝李树闻言怒赤道 还要什么证据 你现在在对师父做什么 他是你的猎物吗 奈希这才想起 被扛在肩上的弥加利 这下是有理都解释不清楚 一直沉寂的史莱姆王突然爆发 体型瞬间暴涨到一个房间的大型 你们这群卑鄙的人类 快点放下我的兽体 年夜从四面突袭而来 就连新野兰都被蓝色的触手困住 不能共谈办法 紫孝李树见状反倒是轻笑一生 差点都忘了你还有点用处 史莱姆王一气之下 打算把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当成温床 奈希被年夜覆盖全身 一时之间恶心的使不出一丝魔力 新野兰也抽不出手来施展进化法术 只有紫孝李树淡淡的看了我一眼 随后狠狠拽住了史莱姆王的胡须 想拿小姐当温床 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龙族的血脉瞬间爆发 来自种族的降维打击 让史莱姆王吓破了他 紫孝李树满意地抱着我朝出口走去 并威胁史莱姆王好好处理新野兰和奈希 两位师姐你们慢慢聊 师傅我就先带走了 新野兰和奈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紫孝李树的背影绊绊消失 就在这时新野兰冷冷地朝奈希看了一眼 趁奈希不注意直接就向他的尾弓摸去 奈希 你怎么真的是魔祖 新野兰和奈希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尼加利 被紫孝李树临走嘲讽也就算了 还弄得浑身上下都是史莱姆王的粘液 紫孝李树使用传送魔法 直接带我消失在了王谷 不料这传送门竟然出现在这么高的位置 让我堂堂人借最强男人摔了的狗肯 话说回来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念 引以为傲的大徒弟竟然把自己绑架软禁起来 这也就算了 他身上竟然还沾染了魔神气息 明明小时候的奈希这么温柔可爱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还有我那个高贵典雅和蔼可亲的二徒弟 居然会用洗澡为借口 把维师的衣服八个精光 一副要把我生存活泼的模样 我看这些逆徒通通都被魔神洗脑了是吧 要是维师的法力还在巅峰时期 也不会让这个最小的徒弟离家出走 现在还被圣殿背上了逃犯的罪名 这些徒儿打小就受我极尽严苛的教训 但是唯独只有紫孝李树这个龙族少女 我始终都是对他疼爱有加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他的魔族特征也变得愈发明显无法隐藏 就在我打算出声教训他 别再使用这种肮脏法术的时候 少女却坚定地反驳我这些触手也很可爱 当师父不在的时候 他们就能代替师父来温暖我 直到那时我才发现 就连我自己对魔族法术的厌恶都已根深蒂固 那天以后 我更加不能对他提起身为师父该有的严厉 许是自己内心的那一份文字 让我想要把对魔族的亏欠 全部弥布给这个孤苦的龙族少女 这样一来似乎就能让我在那场灾难中获得一丝救赎 但我期盼的那场救赎终是没有到来 教会对魔族根深蒂固的恨意 还是被强加在了无辜的子孝礼术身上 那时我已经被天使圣堂压迫的进入窒息 再加上体内急速流失的法力让我心烦不已 但是为了子孝礼术 我还是坚定地站出来阻止骚乱 就在这时子孝礼术拉住了我的一脚 少女满含泪水的双眸像是在气球安慰 等师父回来的时候 我们还能再去买一次糖果吗 因为烦躁 我只是着急地让子孝礼术躲到三徒弟的住处 完全没有注意到少女那颗凋零破碎的心已经暗淡下来 平定骚乱之后 子孝礼术就像是蒸发在这座小城一样再也没有音许 我才开始痛恨自己没有在那一刻坚定地回应她的请求 如果一开始我能微笑地答应她就好了 如果我还是一身通天的修为 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团乱吗 此刻的盛堂之内 小修女向新野兰汇报并没有发现包括那戏在内三人的踪迹 新野兰早就料到会是这样 只能愤愤地冲进浴室清洗污秽 真没想到又让他们给跑掉了 还有我那个笨蛋师傅 连子孝礼术这种拙劣的幻属都没有看穿 真的是气死我了 来了来了 子孝礼术为了隐藏自己当场与蜘蛛娘卡了起来 但真实身份最终还是暴露 小蜘蛛盯着我的身体越发好奇起来 看起来虽然是个娇嫩的罗粒 但其实却是个货真价实的男人 而且还是个天使曾经居住过的曲强 没想到我在这家伙的面前毫无隐私可言 随即问到这不是龙族的秘境吗 蜘蛛娘闻言当场笑出了眼泪 龙族不是早就被你们驱逐到极寒之地了吗 倒是这一堆宝物变成了我勾引猎物的陷阱 再加上这里无解的魔法禁止 所有擅闯进来的人类就像食物一样源源不断地送进来 这下我才探清了溶洞之上 竟然密密麻麻全都是撕解 就在这时一道凌厉的剑锋闪过 蜘蛛妖躲闪不及瞬间就被削断了几只头 随即又被紫啸礼术一脚踹飞回去 区区一个化形不久的蜘蛛魔物 再敢出言不逊我就立刻杀了你 不料眨眼间蜘蛛娘的伤口就肉眼可见的愈合 你们是不是忘了 这里可是我的巢穴 下一秒无数道蛛丝倾泻而出 就连紫啸礼术都被紧紧包裹起来 更别说我这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废物 只见蜘蛛魔物一个闪身就推倒了紫啸礼术 总是遮遮掩掩不想让人看清楚模样 我今天非要打出你的原形 这突如其来的壁咚把我看愣在了原地 虽然是在侧面 但我也注意到这个黑心要湿的发型竟然变了 难怪会一声不响地进入这里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应该是个龙 不料蜘蛛娘话还没说完就被紫啸礼术拖起了翘脸 当着我的面就啃了起来 这让我一个纯情小萝莉看猛在了原地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这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有这种闲情雅致 只见紫啸礼术在我看不见的角度 凶恶地盯着蜘蛛娘 你要是再多说一句话 我就撕烂你的嘴 知道了吗 蜘蛛娘被咬住了脸蛋 只能满口答应着没问题 这时我才发现这个黑心要剂师 竟然长了条尾巴 而且还是带着龙鸣的那笔 不料蜘蛛魔物一边再妥协一边 又举起了锋利的毒刺 见状我立刻出声提醒要剂师小心身后 但毒刺还是在一瞬之间 贯穿了紫啸礼术的胸口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你就别想碰他一根手指 黑心要剂师的眼神 瞬间把我带入了回忆之中 这个眼神绝对是紫啸礼术 我不可能会寄妥 危机关头紫啸礼术 冒着暴露的风险为我倒下毒刺 重伤之后仍不忘户在我的身前 这个眼神让我确认了眼前之人 正是我最小的徒儿紫啸礼术 下一秒紫啸礼术 就被蜘蛛魔物恶住了伯格 以这个连自己种族都保护不了废物 现在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威胁我 松开了奄奄一息的紫啸礼术 随后一脸吸血地看着我 我就是现在杀了他你又能怎么样 身上毫无灵力的废物也敢大放厥词 此刻我牙自欲裂 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为什么在这种时候 我都不能出手护住自己这小徒 紫啸礼术颤抖地向前爬去 蜘蛛魔物说的没错 我现在只不过是个毫无灵力的废物 就是想要挣脱身上的蛛丝都做不到 下一秒紫啸礼术 竟然把长剑丢到了我的身前 蜘蛛魔物剑状一把 拉住了紫啸礼术的头发按在地上 随即便听到他虚弱地喊到我的血 这一刻我才想起 龙竹的血液可以压制任何种族的机能 现在沾满龙血的宝剑就是最后的机会 差一点点就忘记这个世界不只是有法术 我猛地向后一仰切断了束缚在身上的蛛丝 就算这副身体缠弱到何种地理 我身为剑术大师的魂后经验也不会消散 蜘蛛魔物看着我只是冷冷一笑 他不觉得我这个废物能改变的不是吗 我离家里什么都可以失去 但是唯独伤害我徒儿这件事情绝不允许 下一秒我便握紧剑柄冲了上去 只要心中信念不倒 就算是最弱的我也可以轻易将你击败 一道冰冷的剑芒划过了蜘蛛娘的脖梗 鲜血随即喷涌而出 蜘蛛娘或许到死也不敢相信 竟然是我取走了她的幸福 在她没有正眼看我的那一刻起 这个结局或许已经注定 我凑上前去轻轻抚摸着这张 好久没有见过的脸床 真的是你 我最小的徒儿李树 此刻失去主心骨的蜘蛛群突然涌上 我挥动长剑发出一道破空之声 虚虚下的魔物还敢靠近 再往前一时我便灭了你们全嘴 蜘蛛群被吓得瞬间四散而逃 我扶着昏厥的紫笑李树 在幽深的洞穴之中寻找出口 我最小的徒儿 你究竟还有多少秘密在瞒着我 看似温柔可爱的绿毛小萝莉 却是名副其实的引火精灵女皇 也是六个徒儿中最富黑魔人的小变态 但是为了拯救重伤的李树 我只好硬着头皮向温地的领域走去 走出山洞之后夜幕已至 紫笑李树腹部的贯穿伤已经止住了血 但气息还是越发虚弱了起来 我轻抚着这张稚嫩的面袍 再怎么说她也只是个刚刚成年的龙主小丫头 为了就为师把自己伤得这么重 还好这个破地方草药多 估计是让伤口止住血了 明天再寻去处好好治疗一下 就在这时怀中的李树突然轻隐了一声 随后朝我的身上贴了过来 嘴里迷迷糊糊地念叨着师父我好冷 我一个不留神就被他推倒在地上 这个时候说冷难道是伤口出现感染了吗 我害怕触碰到他的伤口只能暂时任他摆布 终于紫笑李树慢慢地恢复了意识 突然就想起了自己在秘境时不停地暗示自己的身份 而且刚才好像迷迷糊糊地喊了几句师父 这下该不会彻底穿帮了吧 我看着紫笑李树着急又紧张的模样 再加上他这段时间总是在刻意隐藏自己 我害怕这孩子突然被揭穿后意识过激在伤到自己 只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一把推开紫笑李树 你这个卖药的醒了就别和我贴这么紧了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呢 见我一直在捞吃草药对自己的身份制自补 紫笑李树只能硬着头皮颤身问道 你不认得我吗 我站着刚刚捣碎的药液轻轻涂抹在紫笑李树的伤头上 你不就是欺骗我的那个无良药剂师吗 不过你倒是长得蛮像我的一个徒儿 害我差点就认错人了 说起来要不是因为我 那个徒儿也不会离家出走了 紫笑李树文言内心泛起了涟漪 或许那个徒儿不是因为你才离开的 如果是你亲手带大的徒弟 肯定也能理解师父的不义 况且 或许你这个当师父的也是他唯一的亲人了吧 一个已经长大的徒儿不声不响地离开 也可能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些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我盯着眼前这个懂事的让人心疼的女孩叹了口气 随后把刚才偷偷做成的扭扭堂递了上去 我的那个傻徒儿最喜欢吃这种植物做的糖果 我看你长得和我徒儿这么像 应该也会喜欢吧 乖 吃了就不疼了 看着我一反常态的模样 紫笑李树已经认定我发现了他的身份 只是没有出言拆穿 就好像小时候和师姐一起背着他做坏事 他明明什么都知道 但却从来没有戳破 只是默默地收拾着残局 我轻轻抚摸着紫笑李树放红的脸颊 既不想被我拆穿 却又暗示我自己的身份 果然还是和小时候一样 你说过要帮我恢复法术的吧 接下来我可就靠你了 忽然一道疼痛打破了美好的宁静 紫笑李树捂着小腹露出痛苦的身色 我傅下身子才发现药草 还是没能抑制住这么大的窗口 紫笑李树现在就得接受治疗 只见少女颤抖地看着我说道 去温迪那里吧 离秘境最近的就是她的森林了 现在奈希和新野兰都想抓我们 只有那里还算安全 殊不知另一边的温迪早已接到了新野兰的通讯 让她留意紫笑李树身边带着的一个天生魅骨的小萝莉 温迪文言却露出了难以捉摸的坏笑 只有我才知道 这个徒儿是个真正可怕的魔人精 不可一世的萤火精灵女皇温迪 竟然是一个傲娇的奶油泡芙小萝莉 明明不想直面这个生性顽劣的可恶小武 但为了拯救受伤的李树也只能出此下策 真的是 虽然贵为精灵族的至尊 但却像得难以控制的变态痴女一样 李树一直在安慰我没事 可这些记忆总是让我隐隐感到不安 就在这时一道婉转的声音传入了我 师妹你终于是来了 说吧温迪竟然还朝着我的方向 投来了一个不可描述的眼神 卧槽 这个小鬼是怎么回事 该不会发现我的吧 只见温迪一把牵起了紫笑李树的小手 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这么不小心伤成这样 伤口没发生感染吧 紫笑李树寒暄一阵才想起介绍我的身体 这是我刚认识的一位好友 不料话还没说完 就涌上来数位精灵女仆将李树扶住 你放心好了 我已经为你安排了最好的治疗方案 至于你的这个小鬼同伴 我也会帮你好好照看 说吧紫笑李树就一脸猛逼的被中精灵拍走 只留我一人在风中凌乱 我一脸疑惑的问他 这个流程会不会有点太快 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温迪轻笑一声看向我道 你个小屁还懂什么 这就是姐妹情深 下一秒我就被温迪牵着跑了起来 只见他用一种不太对劲的眼神上下打量住 小鬼跟我走吧 接下来本王亲自安排一下你的住宿 这个可恶的眼神一度让我怀疑 是不是已经被他发现了 就在这时一辆运化的马车从我身旁急驰而过 根据我对精灵族的了解 这种布置应该是结婚用的才对 想到这我就询问起温迪 女王殿下 请问这是有精灵王室要举办婚礼吗 温迪支支吾吾的回答道应该是吧 心中却在暗叹居然被他发现了 神秘的精灵族会通过魔法契约澄清 只要在神术之下许诺誓言 两人的灵魂就会被魔法捆绑在一起 就算两人之前有什么深仇大恨 之后也会因为魔法契约的催动下疯狂迷恋对方 而且精灵族的诞生也是由神术孕育而出 所以同性结婚也是合理 温迪一脸坏笑的把我带进一间卧室 最后一腿横跨在门栏之上问道 我很好奇你和我家小师妹到底是什么关系 该不会是情侣吧 温连我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殿下您真是说笑了 以你所见我就是一个小女生 只见温迪拿出一封密报慢慢念了起来 我最近可是一直收到大师姐和二师姐的消息 说让我好好留意子孝礼书身边的那个小女孩 既然你也不是子孝礼书的重要之人 那我也就可以毫无顾虑的把你招出去 这个消息简直就是一道晴天霹雳 下一秒我不不上什么尊严直接就跪了下 女王大人还请您大人有大量收留了我 我希望能在这里受到您的庇护 温迪文言露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盯着我 你这个小鬼留着又有何用 总得体现出一点价值才行 我这里可不养先人 说到温迪缓缓脱下了自己的鞋子 今天为了迎接你们两人 我的脚脚可是在高跟鞋里跌了一整天 来吧让我看看你能怎么处理 我一脸猛逼的看见事态的发展 只见温迪毫不留情一脚就踹了什么 真是个小杂鱼 快让本女王好好感受一下你们家 可恶的傲娇泡妇徒弟竟然发现了我的身份 还借着自己精灵女王的权利将我束缚在宫殿之中 打算对我娇嫩的身子行步轨之事 经过一场恶战之后 温迪向门口的贴身侍卫传达了几道指令 这时我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 也不清楚这个玩劣的小鬼有没有发现我的身份 就在我分神之际温迪竟然猛地扑到了我的身前 可可恶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温迪当即就紧住了我的双手 随后露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表情了 在我的房间鬼鬼祟祟公张希望是想要跑跑了 明明才刚欺负完人家就想着跑路了 这样子人家可是会伤心的 文言我便生气一股怒力 什么欺负 明明是你自找的 不要这个臭小鬼竟然冷不丁一屁股骑在了我的身上 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的 你到底是什么来历 为什么会引来我的两位师姐追杀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家师尊还消失了 温迪这么一问我反倒是有些心虚了 只能解释到 我根本就不认识那几个人 还有就是 我突然想起来家里有事 我就不在女王殿下这里打扰了 没什么事我就先离开了 怎料这个顽劣的小鬼骑在我的身上 愣是没有一丝动作 这时我突然察觉到一种奇怪的触感 但我回头望去才发现 地上竟然有一件纯白的贴身衣物 温迪一脸坏笑的捂住了我的嘴巴 想逃也得看看本女王同不同意吧 在这座宫殿你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 继续隐瞒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 你也该对我吐露真言了吧 嘴巴这么硬 看来我要给你一些惩罚才行 既然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希望你们扛得住 见状我也只好咬咬牙硬撑一回 还有这个逆途真的是没有底线了 再这样下去我可要顶不住了呀 就在这时温迪的小手 突然摸到了一个熟悉的东西 她也不顾我躺在床上哭啼吵了 正正地看着手上的风铃 这个东西世间仅有一件 正是温迪多年之前赠予宝贝世尊的 见此温迪脸上的笑容逐渐邪恶起来 咬死也不承认嘛 这下正合了本女王的意 下一秒温迪坏笑着朝我比了个夜 手上还沾着一些奇怪的东西 我看了看床头那罐 闻起来不太妙的不明夜景 只能委屈地朝温迪脚边 我都说了 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新野兰奈希 李树也只是我在路上碰到才结伴的 温迪文言则是一脸无语地看了过来 真是不打自招了 名字念得都这么说 可就在这时温迪却拉着被子朝后退走 那看来你确实没什么事情瞒住我 那就这样吧 睡觉觉了 看着我震惊的模样 温迪坏笑地说道 还不顺势欲求不满啊 我吓得直接转过身去 不敢再多说一句 紫竹邪后紫啸礼术便打算来找我 不料却被门口的未逼 尚未全域为由拦住 而且还是温迪亲自下达的指令 紫啸礼术隐隐察觉到了一丝异常 明明是在最安全的宫殿 现在却安插了这么多士兵把守 就在另一边 地风密报被送往了奈希和新野兰的住处 可恶的炮腹罗里小鬼 在得知我是师父之后 反倒是更加猖狂 把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 都强加在了弱小的我身上 温迪在那晚之后突然就安分下来 和王宫里的大臣商讨了一天的事情 难不成这个臭小鬼真的有在为我捉脚吗 若是能暂时避开新野兰和奈希 倒也不是不能屈于人下 曾听过精灵族的神术可以净化一切魔法 也不知道能不能消除我身上的魅力 次日一早只觉得胸口不断传来沉闷的压抑 做着美梦的温迪竟然直接把我当成包子弹了起来 一股触电般的感觉瞬间把我吓醒 这才发现这个可恶的痴女小鬼竟然和我睡在一起 见到我剧烈的反应 温迪反倒是一脸邪笑着说道 昨天晚上我们明明都酿酿降降了 你怎么还这么害羞 说罢厚着脸皮继续躺在了我的胸口 人家这不是为了防得新野兰和奈希突然夜袭吗 再说了都这么久没见 你不得好好温存一下我们的仕途情吗 听到这话我瞬间压麻呆着 随即立刻开口问到什么仕途情 温迪迷糊糊这才发现自己说漏了嘴 我看着臭小鬼一副做贼心虚的某样顿时行动 他果然是发现了我的身份 照他的性格也不可能对陌生小女孩做这种事情 温迪黑黑的笑着说道 你这个臭小鬼在想什么 我这不是想着和你试图破一下吗 说罢他二话不说就拉着我朝宫殿走去 眼看事情快要隐瞒不住 温迪心想着必须加快一下计划 没想到几年之后城堡确实变得更加神秘了起来 见我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温迪当即就开始介绍了起来 这里新建的药池温泉可以快速恢复人的体力 特别之处就是情侣如果进了这里的话 那就算是酿酿酱酱一整天都不会疲惫 下一秒温迪不知从哪里摘了一枚空空挂 脸上的表情也变得邪恶起来 这种水果内含有大量润滑的水分 在两人相互修炼的时候使用在何时不过 想到这我差点没忍住当场跑里 突然温迪又拿出来一颗红色的果实了 差点忘了介绍我最喜欢的这种果子 它的味道我超级喜欢 而且还是酿酒的绝佳材料 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糖粉 要是在轻轻的时候含着一颗的话 两人的舌尖就会感受到让人欲罢不能的甜蜜 文言我顿时虎屈一阵 这个可恶的臭小鬼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虎狼之词吗 见他还要推广 我立刻白手打断他的 听说你们这边有可以抹去一切魔法的神术 这是真的吗 温迪文言当即就对我上下起手 你这个小家伙是在暗示我吗 就这么好奇我们用来结婚用的神术吗 不瞒你说本女王能帮你逃脱追杀的方法 就与神术有关 可恶的炮芙罗利徒弟打着帮助我逃避追杀的皇子 反手把我带进了四人温泉泳池 还借机下药将我迷云当场 趁着四下无人打算对我娇嫩的身子行不轨之事 听到温迪嘴上说着可以帮我彻底摆脱另外两位徒弟 现在已经深入虎口只能死马当活马一额 于是我弱弱的询问道 你这应该不是让小女出卖肉体的方法吗 温迪一阵坏笑然后回到 这谁知道呢 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就开始准备了 说吧温迪伸出小手朝身后待命的女仆指示 精灵女仆在看到指令后立刻动身照计划进行 两人顺着森林把我带到了一片四下无人的温泉 温迪二话不说当即脱下了身上的衣服 小家伙你也赶紧 开始之前让我们好好放松一下 蒸个桑拿也好清醒清醒 此刻我蜷缩在角落感觉自己就是个带仔的羔羊 温迪飞黑的笑着 蒸桑拿可是我们精灵族最高的代客之道 你这个小家伙就不知道尊重一下我吗 昨夜我可是为你商讨了一天的事情 赶紧和我一起来放松 好好感受一下 蒸汽灌体大汗淋漓的快点 直觉告诉我这个臭小鬼十分的不对劲 他极有可能是在骗我脱下衣服 然后好检查我身上的印记 就和其他几人一样 是一件长一致 我这次可不会再上你们的当了 哪知温迪也不管我有没有脱衣服 自顾自的在石头上撒了一堆奇怪的液体 下一秒液体就在滚烫的温泉石上挥发成了蒸汽 突然温迪一把搂住了我的肩膀 你这个小鬼也真的是 咱们什么都没开始你就脸红成这样 蒸汽的作用随即开始生效 煞事我只觉得体内一阵燥热 温迪贴了过来道 小丫头这是怎么了 要是没力气的话姐姐来帮你拨 察觉到不对劲我立刻就打算离开这里 奈何温迪早有准备一下就勾住了我的脚 真的是逃什么逃 这才刚刚开始呢 说吧温迪又朝着石头撒了一滩液体 这次头晕的感觉更加强烈 脑袋热得快要不行了 我马上双腿一软绑下去 温迪看着昏倒的我黑黑一笑 师傅这个笨蛋 随便一骗就乖乖跟着过来 我早就知道你警觉不会脱衣服 这么高的温度让药水生效的速度大大提高 就是换谁也不可能扛得住 你就乖乖睡吧 再过两天之后你就永远都是我的了 让你冷落人家这么久 现在我要你全部还回来 此刻一封密信被紧急送往了城内 小修女看见内容立刻朝着宫殿跑去 新野兰忐忑地接过信封 心中的那一份悸动立刻狂热起来 这个可恶的小鬼 明明用魔法就可以通讯非要送信过来 另一边躺在床上的奈希 也收到了同样的信件 我把女孩当成徒弟 这个可恶的泡芙小鬼却缠我的身子 竟然把我迷晕之后 直接准备了结婚待会 两日之后的精灵城堡内 紫笑李树还是被困在天宫之中 殊不知一个熟悉的身影悄然而至 新野兰竟然找到了 正在沐浴的李树面前 一道冰霜法术瞬间 在新野兰的手中绘绝 磅礴的寒气似要将整座宫殿 都化作冰雕 你这个可恶的小偷 没想到吧 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这一次没有可能再让你逃走 立刻把那个小女孩给我交出来 看在同门的份上 我不会要了你 紫笑李树冷冷的问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突然一道黑紫色的缓震出现 奈希竟然也出现在了 紫笑李树的浴室之中 你这个蠢货真是有够愚钝的 这个臭女人一进来 就找到你明显是早有安排 紫笑李树虽然早有觉察 但还是不可置信的问他 难道是温帝师姐出卖了我吗 奈希一把将紫笑李树 壁咚在墙角 你不信也得信 只要乖乖把那个小女孩 交出来就没事了 突然间一道锁链 飞速朝着这边洗来 瞬间就将奈希困带了原地 好啊你的奈希竟然敢跟踪我 文言奈希气鼓鼓的说道 什么跟踪 我也是收到温帝的来信后 光明正大的态 你这个熊大无脑的蠢蛋 还不快点给我松开 紫笑李树这时愣愣的开口道 你们不会以为 范困子在我手里抬过来的吗 两人当即就机里呱啦吵了起来 不然呢我们还会关心你不成 可就在这时李树开口道 被温帝安排疗伤后 我也好几天没有见到范困子了 两个鱼木脑袋顿时反应过来 这不就是要将我们一网打尽吗 说到这里地面突然冒出几颗嫩 下一秒 精灵族的守护职 瞬间冒出腾乱 将这个房间里里外外都包裹起来 耐气一瞬就被疯狂蔓延的枝条倒立吊起 新野兰这才解释道 这种防御对魔法和物理攻击全不明 一旦开启若是没有对应的药水 就逃不出去 紫笑李树咬着牙心中生出一万公里 温帝师姐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是楼下的守卫 向温帝汇报了天宫这边的情况 只听温帝黑黑的笑着 这些师姐们终于还是上当了 这次就没有人能再来妨碍我了 我等了这么久 这一天终于还是到来了 快醒醒吧 犯困子小鬼 该参加我们的婚礼了 来了来了 这是奶油泡芙小鬼最有希望的一集 三位最强大的师姐妹 全都被精灵族保护之困在了天宫 婚礼的各种仪式也准备完毕 这时我朦朦朦朦朦的 只觉得脸上有一阵柔软的触感 睁眼后才发现温帝趴在我身边说着结婚 下一秒我猛地坐了起来 什么结婚 谁结婚了 温帝当即伸出小手和我食指向口 当然是我们俩啊 还是说这又是什么试探身份的感谢 想到这我一把推开了温帝当 陛下没必要再试探我了 我早就说过了吧 我才不是什么弥加利 温帝文言黑黑一笑 这我当然知道 也就是因为你不是我的师父 我才要和你结婚 如果是师父的话 岂不是违背了伦理 现在婚礼的现场 已经按照精灵族最高规格固执好 四爷和庆典现场都是我精心挑选的 这下我才发现这个臭小鬼居然是来真的 吓得我双腿一软哆哆嗦嗦的说道 我们才见面没几天 你身为精灵族的女王怎么能这样 要是真的结婚了 暴露身份什么的好像也不那么重要 随即我就大声向温帝谈来道 我就是弥加利 我就是你的师父 所以这个婚我们不能结 温帝看着我着急的模样 反倒是兴奋起来 那刚才谁还说不是来着 再说了我师父明明是身高八尺的大男人 你这臭小鬼算了什么事 女孩可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要 你要真是我师父的话 我就不能和你结婚了 咱们赶紧走吧 就算现在你不喜欢我 经过神术的洗礼之后 也会变得只爱我一个人 温帝将我带进了森林族最神圣的中心神术 此刻温帝的小手紧紧地牵着我 她也早在第一次见到我之后 就确认了我是弥加利物 昏睡了两天的 我还处在一脸猛逼的状态 温帝这次真是捡了个大脑 这些笨蛋师姐 竟然就这么把线索交给了自己 师父还在最柔弱的时候 主动送上门来 为了完成和师父结合的愿望 也只好委屈一下你的礼数 两位师姐必定聪明反被聪明误 再过一会师父就要变成 只爱我一人的师父 这时司仪宣布道 女王大人的结婚仪式正式开始 最终我还是小声地向温帝询问道 为什么非要找我结婚不可 听闻此言的温帝 竟也一改往日傲娇的表情 天宫内的三人 被守护之死死地困在原地 这时新野兰慌张地说道 李树 你小时候和温帝玩得最近 你知不知道他对师父 有没有除了师徒情之外的感情 紫孝李树在遭到温帝的背叛之后 案子神伤了很久 如今还被光着身子五花大绑在偏攻 奈希知道温帝这个臭小鬼 绝不是在开玩笑这么紧的 必须要尽快挣脱束束才行 没想到一向傲娇顽劣的臭小鬼 温帝竟然也有这么悲催的童年 魔族的战火点燃了温帝幼时的家园 女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王母后 和兄长一个个惨死在眼前 神树被点燃 精灵族的村民在灾难之下无处可投 温帝从那一刻开始就下定决心要策划一场婚礼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事情也进展得如此顺利 犯困子小鬼和我一起吃下这颗甜蜜的小鬼 让狐忌生的藤蔓在我们身上刻下不可磨灭的魔法契约 从今以后你就是独属我一人的犯困子 看着逐渐向下延伸的藤蔓我才突然想起 藤蔓既然来自这棵神树 或许可以把我身上的药水刻印消除掉 之后再借机逃走岂不美在 这是一道熟悉的身影突然穿过人群走过来 喂喂喂 你们这两个臭小鬼在这里偷偷摸摸做什么呢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是婚礼大抵的布置吧 师妹你是怎么回事 结婚了都不懂得通知一下师姐我吗 还有你犯困子小鬼 明明说过要成为我的奴隶 竟然还敢做这种事情 奈希轻轻一甩就把温帝扔到了天上 好在神树快速蔓延精准接住了温帝 奈希的脸逐渐阴沉下来 把我骗到天宫去让你的破藤蔓缠住 好让你一个人在这里吃毒食 温帝这时也看清了来人 眼看计划被破坏只能颤颤地问道 你怎么会在这 奈希闻言黑黑一笑 你这个笨蛋难道忘记了温帝的龙族血脉吗 这个破藤蔓果然也承受不住龙危 奈希看着迎面走来的子孝礼术根本不屑一顾 走吧犯困子小鬼 回去好好当我的奴隶 新野兰那个臭冰山脸 估计还在偏攻无能狂怒 就在这时一只手牢牢握住了奈希 奈希见到来人实在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你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只见新野兰恶狠狠地说道 只要我还在这 就没人可以把犯困子带走 场上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眼看三人马上就要大打出手 忽然神术上的藤蔓就把我捆了起来 下一秒猛地朝上方拽走 藤蔓越聚越多像我的四肢逐渐缠绕 最终把我整个人裹成了一颗犬 强大的净化之力一时间把我的衣服都没削带眼 不洁之力源源不断地被神术抽离 终于来了吗 我刚硬无比威武雄壮的男儿之躯 内骨的力量再次不受控制地爆发开来 磅礴的魅药瞬间就腐蚀了三位徒弟的理性 我才刚刚恢复的男儿霸气之躯 立刻又变回了柔软细腻吹弹可破的力量 温蒂眼看场面混乱的不可收拾 当即下令侍卫开始疏散群众 豪服小鬼本以为我身上只是简单的换说 现在看来应该是某些不洁的东西吸引了神术的净化之力 只要神术把师傅身上的魔咒洗涤干净的话 他就要恢复回原本的量 不如众人有所反应 一股强大的魔力波动就横扫不来 四个痴女徒弟躲闪不及当场被先飞出去 下一秒独属天使的神圣气息降临在了精灵之森 狼被摔倒的温蒂此刻目不转睛地看着烟雾散去的位置 我顺着目光瞥了一眼蟒蛇缠绕般的下半身 卧槽怎么变回来了 不对 为什么是穿成这个鬼样子变回来了 你们这些逆徒还不快点把眼睛闭上 为师现在衣冠不准不方便见人 这副脑海中幻想过无数次的可怕景象 果然还是发生了 这几个心怀鬼胎的逆徒绝对恨不得把我吃干抹尽了 时隔一个月奈西再一次见到我后 全身苏麻瘫在地上不停喘着热气 这样一来父亲交代的任务也算是有了着落 事成之后我一定要每一秒都和师父在一起 事情既然已经彻底败露 我便在四位徒弟面前坦白了自己的秘义 不料这些逆徒丝毫没有惊讶的模样 还是一边擦着哈拉子一边盯着我 突然星夜兰又拳击地扣手道 之前徒儿多有得罪还请师父原谅 身后的奈西一眼就看出了端倪 贾正经这副痴太看来是打算动手了 果然两人心照不宣地凝聚出魔力 温蒂邪邪眉地看着我道 师父这副模样穿婚纱就不好看了呀 我还在闷闷他们在嘀咕什么 下一秒奈西突然就扑了上来 还不等我有所反应就把我死死损在了原地 温蒂和星夜兰见状全速冲了上来 这个顽劣的臭小鬼一板抱住了我的大腿 我控制住了 大师姐快点上砍断师父和神术的联系 星夜兰手中迅速凝聚出一把冰霜短剑 只听刷的一声腾弯硬声斩断 奈西健壮黑黑地笑道 这个恢复速度太慢了 不如我们几个帮她一板 随后奈西在我耳边倾吐热气道 师父这个模样 人家欺负起来可是有负罪感的样 星夜兰在这时还是正义凛然地说道 我这也是为了师父的安全着想 真是烦了 不管我如何呼喊这三个逆徒都和没听到一样 三人齐齐向着我腹部的咒印注入魔力 你们疯了吗 这个时候给我灌入魔力的话会出事 本就被称大的礼服终于还是彻底破碎 这下糟了 我要变得奇怪了 一股强大的魅谷气息迅速顺着空气弥漫开来 奈西的理智请客之间就被魅谷侵蚀 这才想起不能这么着急注入魔力 星夜兰喘着热气 体内狂盗的感觉彻底撕碎了理智 来了来了 三位妻师痴女溺徒彻底陷入了魅谷领域 一时之间竟然相互争风吃醋抢着要第一个现身 这样一向冷静的星夜兰都激发了某种奇怪的属性 温蒂属于高阶精灵种族对魅谷有一定的抵抗力 但天生魅谷的绝对控制已经开始了轻视 眼看自己精心布置的婚礼被毁了一团造 香香软软的小饭困子还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大饭困 温蒂突然脑子一热把脸埋进了汹涌的波涛之中 魅谷的效果开始发作 温蒂只觉得这一定是上天赐予她的恩赴 这样刺激的双重体验 还带着一股不可描述的魅景 让人恨不得现在就直接送入洞房酿酿讲讲 温蒂一手抱着我的大脑 吸溜了一口快要滴下来的哈拉的 心想也该开始婚礼最后的仪式了 忽然温蒂觉察了一丝不对 这个可恶的大师姐早就已经被魅谷离的神魂颠倒 还有星野兰也快人一步抢跑了风水绑地 温蒂一把就将我从两人的虎口之中抽离 好你们这群混蛋居然敢在老娘面前搞这个 难道你们没长眼睛吗 今天可是我和范困子小鬼的婚礼 奈希捂着胸口颤颤说道 笨蛋你难道没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对劲了吗 那全都是因为范困子身上的天生魅谷被激活 温蒂文言突然清醒过来 自己确实是慢慢接近了狮神的状态 可是天生魅谷不是魅魔女王一脉相传的刻意吗 难道说师父已经被魅魔女王那个坏女人给吃透了吗 殊不知另一边的我已经开始苦苦求疗 看在师徒一场的份上你们就饶了我吗 再继续刺激的话为师真的会疯掉 两个逆徒文言顿时眼前一亮 这是到谈判所有权的时候 可是奈希快人一步当即冲上来和我食指向口道 师父你还是乖乖跟我走吧 徒儿我撤回之前的话 只要师父能乖乖陪在我身边就可以了 在那一方面你想要攻还是想要守我都听你了 不要再犹豫了好不好 听到奈希的条件 两个逆徒翘脸早已挂上了一丝红玉 接下来比的就是谁的下限更低了 温迪二话不说一把扑进了我的怀里 师父父 温迪之前说的什么结婚都是在开玩笑 精灵之森这么大 你就留在这里陪人家吗 温迪会用最温柔的方式照顾 不让你受半点稳缺 要是你想的话 在宫殿里的任何一个角落写作业都可以 这个可恶的泡芙小鬼果然还在动外行刺 突然一个柔软的膝枕靠在了我的身后 犯困子师父 你还是跟着我回圣殿吧 那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徒儿一定想尽方法方宁恢复法律 这样就再也不怕被这些坏人追杀了 唯连我恨不得赔上两口 这副模样明明是想阻止我恢复彩变 突然新野兰羞红着脸贴到了我的耳边档 明知道了 徒儿的魔法可以变大变相 这样子写作业肯定更有感觉 我当场喷出两句薄萃 这不是拿我当变态了吗 新野兰误以为仅仅这样我还是欲求不满 说罢她已经开始幻想起自己一人将我霸占之后 每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危险画面 三人近乎哀求的俯下身子贴在我面前逼我做出选择 奈希黑黑一笑觉得自己必然是势在必得 新野兰还沉浸在自己不堪入目的幻想之中 温帝决定了师父选择自己之后必须立刻送入供牢 三位吃女利徒眼见各种诱惑都不能打动我分毫 下一秒竟然大打出声 施展出各自的神通让对方交互不止 就在这时 沉寂已久的司徒弟 幽谷之地的领主陆宇之竟然半路将我截火 这位记忆中总是心胸宽广柔情绝美的好徒儿出手 难道说我的解脱之日终于要降临了吗 我听着这些不耻的条件逐渐反应过来 卧槽 你们这些逆徒这是打算逼宫了吗 还有这个可恶的新野兰 就算是逼宫也别搂得这么紧 为师快喘不上起来 特别是这种身体奇怪的时候 逆徒之前明明不是这样的 难道说是被强行激活的魅谷给影响了吗 这才强化了所有人的欲望 让这些逆徒说出这些伤风败俗的话 一想到自己很有可能小命不回 是个正常人都不会答应你们这些变态吃你才对吧 随即我一把推开了新野兰 你们都先给为师安静下来 大家都是我的好徒儿 千万别说这些破坏团结的话 我本想用这句充满雌性光辉的躯体感化他们 不料泡芙小鬼还是一副第二锒铛的木铛 师姐们可听好了 师尊这是想让大家一起享用了 突然间一股树林的飓风吹起 但是我可说好了 我只想要一个人占有犯困子小鬼 那些二人没有反应过来当即被吹飞到了空中 向上疯狂蔓延 温蒂娇呼一声 立马伸出小手挡住了裙子 奈希健壮立刻脱身顺移到了我的面前 你们慢慢打 师父就归我了 温蒂和新野兰健壮立刻掉转了枪口 奈希你在做什么 真以为你就能逃得掉吗 奈希邪魅一笑 看来不好好打一架 你们是不知道我这大师姐的威严了 说罢天空已经浮现出一柄烈火宝剑 此刻我弱弱的发声道 大家别打了 还有能不能别拿我当堵住 新野兰一句也没听进去 立刻施展了自己最强的水系神通 温蒂扶着小脸黑黑一笑 正合我意 我早就想对两位师姐动手了 三股恐怖的法术碰撞在了一起 奈希看着我着急劝驾的模样一脸暗息 放心好了师父 打完这一场我就把你带回家里好好疼爱 看着混乱的场面我有些头痛欲裂 这要是传出去我迷家里的脸还往哪个 你们这些逆途全都给我停下 一切都由维师来亲自决定 还不等我继续开口 脚下的土地突然碎裂开来 我的脚下竟然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无敌 卧槽有没有搞错 这精灵之森是豆腐扎工程吗 突然身后出现了一双手紧紧将我摟住 师父大人 我来救你了 待我抬起头才看见了这张熟悉温柔的领带 我的似徒弟陆宇芝来不及解释了 快点走吧 别让他们追上来了 完了完了 痴女逆途奈希又一次把我拐进了她的城堡 不论我如何求饶都没法熄灭她的欲物 这次要遭大罪了 陆宇芝突然出现带我逃离的三人混战 新野兰看清来人不禁陷入了沉思 这个大小绝对是斯师妹 她一直都待在像水丛踩队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 想到这不禁看向了身后的两人 难道说是这两个家伙搞得鬼 奈希手中燃气火焰法术娇吃一声 大丫头骗子现在竟然都敢打世俗竹叶了 既然想私吞就别怪师姐我无情 把你后路断了看你能逃到哪去 说吧奈希抽出一把魔剑扔向脚下 随即一眨眼盾入了洞口 奈希你给我站住 别想一个人自己去 新野兰全力催动水元素拔出 不料就在这世洞口的魔剑发动 隧道瞬间就被土地封住 温帝此刻一脸怨气趴在了新野兰的胸口 都怪你们这些闹事的家伙 这明明就是人家的昏迷 现在被搅乱成这样 连人都怪跑不见了 我要把你们全都关到地牢里用脱鞋狠狠 新野兰眼看自己的衣服就要被扯了 连忙出手制止了泡服小鬼 奈希不对劲 如果真想追上四师妹的话 为什么非要把隧道封住 我就说这个变态痴女刚才一开始 就好像在拖延时间 原来是在给紫笑礼树创造机会 等我们脑子分不清状况的时候趁机逃走 所以说刚才看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陆宇志 只不过是为了让我们怀疑到他头上吧 此话一出 本就呆傻的泡服小鬼更加摸不着头脑 果然就在另一边 紫笑礼树的变身魔法慢慢退去 变回了最初的无恙 少女清澈的目光就这样毫无顾忌地望着我 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我早就说过了 只要我们联手 很轻松就能把师傅从那两个蠢货手中带走 主要还是得靠礼树妹妹的幻化之法 听到这紫笑礼树不舍得看了眼怀中陷入昏迷的我 别说这么多废话 按照约定你先把她带走 奈希文言狡猾地瞥了一眼道 你真的就这么把师傅交给我了 我现在被圣殿通缉 带着师傅的话走不了多远 再加上三师姐给我下了头 我还得找个地方疗伤 话音刚落紫笑礼树的表情瞬间严肃起来 你答应我的事情不会忘记吧 奈希剔透的小嘴都自觉一脸 放心好了 我们的敌人其实是一致的 都是师傅身后那群讨人厌的家伙 紫笑礼树眼神如丝一不三回头地看向我 见到这一幕奈希忍不住大吼一声 等你养好伤了我自然会来找你 盯着怀中的我奈希不禁有些粗意大法 明明看到我就想逃跑 却还心甘情愿地跟在礼树身边 看来在完成父王任务之前 我得把师傅好好训成一只小乖狗 时间一晃到了第二天的深夜 我猛地从床上坐起 心中不由地生起一丝不妙的预感 随即才发现自己竟然就这么水灵的 一丝不挂地睡在这里 昨日发生的一幕幕逐渐浮现在了脑海中 昨天好像是被似托儿救走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晕倒 我最最温柔的好宝贝徒儿 这里一定就是他的家了 竟然能预感到为师的处境前来救济 不料话还没说完 转头就撞进了一团柔柔的地方 我的宝贝师傅在说什么呢 是我把你就出来的哟 我猛地一个后撤倒在了床脚 奈希一副不对劲的表情在我身上不停丧尸 师傅你怎么看见人家就一副失落的表情了 难道是对我的女服装不满意吗 文言我大喝一声 知道我是师傅了还不快乖乖退下 不料我的一番话反倒是激起了奈希的兴致 看着她如狼似虎地朝我走来 我却只能无力地向前爬去 奈希啪的一声朝我打来 随即露出一副要把我吃干抹镜的样子 真当我还是那个只会乖乖挨乏的逆徒了吗 既然你都回到我的身边了 这次就好好顺同我吧 让我们的感情在今晚升温 同时逆徒奈希的黑化精力终于曝光 不料这个小鬼给我戴上眼罩彻底疯狂 二话不说就来了一套金油开背 奈希看着我向前爬去一把压了上来 师傅大人 你这是在害怕什么 徒儿还能吃了你不成 之前人家就说过了 只要你再回到我的身边 我就不会再威胁说要把你吃干抹镜了 我躺在奈希身下不停扑托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逆徒到底说了什么 奈希见状鼓起腮帮 把我翻了过来一脸气呼呼的样子 你忘了吗 回来是我说过的 听着奈希精致绝美的五官 不禁让我老脸一红 真的吗 奈希文言两只手啪哒一声 落在了不妙的地方 当然了 不仅如此人家还打算 好好补偿一下师傅大人 就当是之前有所冒犯的陪 一幕幕不堪回首的画面 浮现在了脑海之中 果然这个阴险的小鬼 早就知道我的身份 我向前一串挣脱开了奈希的魔种 我才不信你会这么听话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奈希软座在床上一副乖巧 可人的梦感 相信人家这一次吗 我就是单纯的想要补偿一下师傅 如果是别人的话 我就相信 从奈希口中说出来 总有一种不对劲的感觉 威胁 太危险了 这个小丫头骗子越是平静 我就越觉得威胁 但是事到如今只能已深入局了 说吧你想要如何补偿为师 奈希刷的一声朝我扑来 明显是早有预料 等师傅把眼睛闭好就可以知道 不要抵抗不要挣扎 反正都已经落在我手里了 就算睁着眼睛也避免不了什么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 视觉被剥夺之后 身体上的其他感官就被无限放大 现在就连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 都变得无比清晰 再加上奈希柔软的心跳 和自己重叠在一起 手掌合适的力度在身上不停游走 再加上小蛋糕不停传来诱人的香气 可恶 这个家伙的按摩手法有这么娴熟的了 再这样下去 大脑只剩一片空白 毫不犹豫地回应了奈希 不料这个小鬼文言扑了上来 对我呼出一口热气 师傅喜欢奈希为你准备的补偿吗 我捂住嘴巴尽量不让声音颤抖 但奈希还是从个方位 对我不断地发起进攻 随即轻轻压在我的身上柔声说道 我最喜欢的就是师傅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奈希一手策划的驯化法作 想要以此破除我内心的防备 我早已有所觉察 毕竟我对这个小鬼从来都是真心实意 那一天在奴隶市场遇到她 我就知道奈希是被她父亲安插在我身边的间谍 少女在最应该天真浪漫的年纪 却背上了如此沉重绝望的命运 我不忍看到这一幕 还是打算把她带走 奈希在父亲身边被培养的一场冷战 因为她从小灌输的理念已经根深蒂固 我就是杀害了大量魔毒的恶毒敌人 我打算用爱党化这个可怜的女孩 力排终于把她留在身边悉心照料 虽然故事的开始都不会太过完美 我所做的一切都会被当成虚情假意 奈希自以为我不清楚她的身份露出一抹身上 见状我轻轻地把女孩抱进了怀里 天下最强大的法师说出这番话语 又有哪个女孩不会动 此刻奈希的内心开始一变 萌生出想要独占我的一切的想法 终于她再也不用顾忌父亲的约束 真正地喜欢上了总是爱自称师父的男人 但是时间仍然 我身边漂亮的女徒弟却越来越多 一种莫名的情绪开始霸占奈希的思想 那就是排开所有人 永远独占我 这一次奈希已经无限接近了她的愿望 可我紧紧添合的感觉不停冲击着她的大忙 我还有些不明俗意 想着逆途既然有悔过之心就是好事 随即出声道 我的好徒弟啊 奈希闻言亦是回到了我的面前 为师的脚也算了 不然你帮我按按 没想到奈希搜的一声就帮我垂了起来 接下来不管是按腰还是柔腹奈希都没有一丝怨言 最后还乖乖地帮我端来一盆热水泡脚 但这一切其实都是奈希为了卸下我内心防备的营人 我逐渐落入圈套 还以为这个小鬼是真心魂魂 为了让她知道之前对我做的那些事情非常羞耻 于是我打算让她也亲身体验一下 随即我把脚丫轻轻抬出了水盆 奈希你的心以为是已经收到了 但是我想到了一个特别的勇气 奈希还在思考我打算做什么 不料下一秒 带水的脚丫啪的一声打开了奈希的翘脸之上 这次我要你一边跪扶在地上一边舔尸我的脚趾 不料我话还没说完 只觉得身体不受控制地被拖了一下 奈希温热的小脚此刻毫不留情地在我脸上楼里 妖青俨然是恢复成了原来病胶的痴态 让我跪下来给你舔尸脚趾的 师父大人 你是不是把话给说反了 眼看有机会 我立马把本事出于教育的理由说了出来 奈希文言突然捂着小嘴黑黑一笑 随即一屁股压在我的脑袋上施展了他最擅长的脚迹 现在明明连法力都没有了还敢这么嚣张 我疼得不敢说话只能连声求饶 把身为师父的脸面都丢进来 奈希轻轻叹息了一声 还是没能做到打破我们两人之间的壁垒 此刻的我只想尽快恢复自己的全部法力 突然再这样下去迟早要打在自己徒弟手中 突然奈希想到了什么 偷偷舔尸了一下自己的嘴唇 师父大人 我也想到了一个特别的影响